大熊猫 巴巴巴 客官请自重 来喽 让俺走两步 还有你做做做个啥 连也不是狗 客官啊 请自重啊 放假人多了 本来家人们来 我们挺开心的 但是 这难免有些不自重的两角兽 大呼小叫 往园子里扔东西 可长点心吧 这尊重啊 是相互的 不自重就别怪我没礼貌了 谁说不是呢 这些天还有怪我睡觉不整活的 这生产队的驴也得有休息的时候啊 再说咱也不是驴啊 这才哪到哪 我这里还有飞灰机的呢 你们看 这是有一天 飞云的外场出现了一架无人机 要不是海拔不够 高低的给它干下来 太讨厌了 啥 灰机 我觉得这个可以放我这飞呢 但是最好整个大典的 刚好能带我出去逛一圈 最好早点啊 萌萌儿还能看个升旗仪式呢 不是说好这期要正经点吗 咋又跑偏了 不过呀 大外甥 我觉得你这个建议可行啊 哥哥们 我这里还有送玩具的呢 忽然间 滑大就掉下来个大玩具 这玩意好像能拍照呢 听说这玩意好像还不便宜呢 这位游客还真大方啊 这要是每天有十个八个的 我觉得我都能把虫洞干上市了呢 这 这个啊 小可你还是很有志向的 这个应该是不小心掉的 毕竟不便宜呢 嗯 好多都是不小心的呢 希望家人们能拿好自己的物品 我们带得好好的 忽然间来个天外飞仙 容易把我们熊熊吓一棒 嗯 不过呀 有一些就是例外了 是可以扔到园子里的 嗯 啥 啥玩意可以扔啊 譬如说啊 你要是带了个小女熊 嗯 漂亮的那种啊 家人们 你们放心扔进胡子的园子 提前喊胡子 我高低的在下面接着 嗯 还有我还有我 谁要是给妈妈儿扔个梯子 这个我也会接着的呢 真是服了你们两个老六了 哈哈 开玩笑的呢 其实这是啊 有些不是家人们故意扔的 是不小心的呢 但是希望大家还是能注意点 尽量拿好自己的物品 其实 在园子还是有很多注意事项的呢 不要给我们投喂自己带的食物 不要大声喧哗 叫我们的名字 我们都知道自己的名字 东叫西叫 就把我们整猛逼了 不要攀着园子里的花花草草 你一度我一只 最后大家只能看地皮 不要拍打玻璃 你一下 我一下 最后胡子 我容易跑出去拥抱你一下 不要使用闪光灯 闪坏眼睛 没人给我们配眼镜 不要乱人垃圾 熊熊们 胖得像罐罐 但是我们不是垃圾罐 禁止吸烟 我们喜欢彩虹屁 但是不喜欢二手烟恶 家人们 我们爱你们 也希望你们爱护我们啊 点赞关注不迷路